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咱们的第三条内容 也就是沿土分类与不良土质的处理方法 那我们说对于你使用的这个陆基的土 我们说这些土我们不是说随便用的 刚才说哪些土能用哪些不能用 那当然了根据土的这种坚实系数 我们把它分为了这种松软土 普通土 坚土 还有这种沙粒坚土和软石 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到松软土它软 到了最后到了石了 我们说就变硬了 那当然这个顺序也是由软到硬的一个顺序 那当然了具体的一个坚实系数分类我们这些土 当然在这个表格中我们看这个内容很多 其实这个内容并不需要大家去经济 在这主要说了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土的分类 根据我们什么坚实系数来进行划分的 那坚实系数其实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坚实系数越大它的土越硬 那土越硬它的这个类别越高 在这里我们看首先一类土叫松软土 松软土代表性里边有沙土啊 粉土啊冲击沙土啊等等 那在这里坚实系数0.5到0.6 那接下来普通土里边是粉质黏土 潮湿的这种黄土等等 它的这个坚实系数0.6到0.8 那接下来坚土那从名称就感觉它硬一些了 对吧 那在这里涉及到其他密实土啊等等 它的这个坚实系数0.8到1.0 那不再坠述 其他的我们可以看到坚实系数逐渐增大 它的这个土类12345后边还有几类 678等等 那在这里包括松软啊 对应的一类普通二类 还有尖土三类沙粒尖土四类 还有我们的软实五类 那从这我们可以看到 坚实系数逐渐的变大 那这是它的一个相应的一个分类的一个方法 我们说名称坚实系数 那这个表实际上没有什么过多的 需要大家背的一个内容 主要知道它相应的一个分类 一个方法 以及它的一个坚实系数的一个要求 那在这里充其量 它可能会再选择其中考量 当然考察的概率相对小一点 好这是这一块 那我们说 说完了关于我们的这个土的一个分类之后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相应我们后续需要知道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后续我要给大家介绍 关于我们这个土的性能一些参数 这些参数 首先背景资料 需要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就是我们所说的土的三项 对于土的三项 我们想 对于天然状态下的土 我们在想象中 土它不就是这些土力吗 其实不然 我们说抓到地下一把土 那这一把土里边 土力一定是有的 然而它中间还有一些空隙 那如果说这是一些比较湿的土 那我们说这些空隙中 可能会占据一部分的这种液体 也就是水 那如果说这种干土 我们在这抓住 哎里边没有水 里边只有一些空隙 那这个空隙 则被我们这种气体空气所占住 那这一块我们涉及到 这里边就包含了气象 那往往我们使用的这些土里边 用的这些土里边 它可能这三项都有 我们说土里边有三项 固项也就是土力 还有液项是水 还有气象是空气 那好了知道这固液气三项之后 接下来我们为后边的性能算数打一个基础 我们说在这里 我以质量和体积给大家进行一些标识 那首先说这个气象 那对于气象里边空隙中的空气 我们说WA代表的是空气的质量 VA代表的是空气的体积 那对于里边的水 WW代表水的质量 WW是水的体积 那我们说对于这个气象和液象 它都是属于什么 都属于里边的空气 那这个空气 我们说在这里 以微微代表它的一个空气的体积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关于固项 那这个土 WS代表土的质量 VS代表土的体积 那我们想 如果说我们整个的这一块 我们在这里用什么 用W和V代表它整个的内容 那我们想 如果说整个土里边这三项都含有 既有水又有空气又有土力 这我们叫它什么 叫它湿土 那我们再想 如果你这个里边只有空隙和土力 里边并没有水 那这块我们想 叫什么 叫做干土 气象和故象 那我们再想 如果你这个气象的空隙的位置 完全被水所占满 这里我们说水占满了空气的位置 剩下都是土力 这叫什么 过失的情况 这叫什么 饱和土 所以在这里 关于我们这土的三项 这些标识 这些我们都要知道 它是什么东西 那当然在这给大家进行了一个 知识的扩展 那这个内容是为了我们后边 会给大家介绍到 关于土的性能参数的内容 关于土的性能参数 则会用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 什么WW WS等等 对吧 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 关于含水量 含水量指的就是 我们这一个水的质量 我们也就是 我们刚才的夜象的质量 比上我们的干土质量 故象的质量 WW 比WS 这是我们的含水量 那还有就是天然密度 天然密度 土的质量比上土的体积 我们整个的大W比大V 对吧 还有就是孔隙比 土的孔隙体积 除于土力的体积 就是VV比上VS 这块说的是它的孔隙 对吧 那还有就是液线 那对于液线而言指的是什么 液线就是 当我们这个土体 它是含水量比较大 对吧 那说在这里通过油流动的状态 变成可塑状态 也就是说 它这个油 这种比较湿的情况 转入到这种相对来说 可以进行塑形的一个状态 可塑状态 此时的这个临界的含水量 就叫做我们的液线 它是我们的塑性上限 称为液性界限 也简称液线 那还有就是 当我们这个土 如果从刚才所说的这种可塑状态 再转变成这种半固体 是不是水又少了 那此时这个时候的这种临界的含水量 就是我们的塑形的下限 也称为塑形界限 简称塑线 所以在这里 涉及到这个液线和塑线 其实是两个过程 对吧 我们可以想到 由流动到可塑 那这块的界限含水量 是我们的液线 然后从可塑再到半固 这此时的含水量 是我们的塑性 那相应的这些符号 我希望大家知道 那在这里有了这个液线和塑线的这个块之后 接下来我们再看关于塑性指数 那塑性指数指的就是 土的液线减去塑线 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从流动到可塑的时候 是不是水减少了 那这个临界含水量 那我们想这还是可塑状态 那这个临界含水量相对还高一些 那我们说 从可塑再到了半固 是不是水又少了 此时的临界含水量 一定要比我们这个要小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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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这里 关于我们的这种 塑性指数 也就是我们的液线减去塑线 那这块 也就是我们的塑性指数 表征土的塑性大小 反映了含水量的变化范围 从这个阶段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这是塑性指数 那还有液性指数 土的天然含水量减去塑线 然后再处于塑性指数 可以判别土的这种软硬产度 在这里 那在这里 关于我们的这个液性指数 我们看这一个 这个线轴 那这个线轴可以看到 有几个标识点 0 0.5 1 对吧 在这里当小于0的时候 属于这种坚硬 半坚硬的 这是我们的液性指数 那当0到0.5 是我们的硬素 0.5到1是软素 1往后 这是我们的流素 那在这里判断了什么 我们的这个软硬程度 对吧 那还有相应的孔系率 土的孔系比上土的体积 三项 那当然在这里 说到了这个三项指的是什么 土的体积 我们整个的大V 是吧 VV比上V 那还有就是 土的压缩性指标 ES 那当然在这 涉及到这一块 我们ES压缩性指标 相对来说 比我们刚才看的 要复杂得多 在这简单的看一下 那当然在这 对于这些内容而言 我觉得相应考察点 比较高的 是哪个呢 考察点比较高的 什么夜线 速线 速性指数 这块相应考察高一些 当然了 本身如果单纯考察 这个性能参数的话 我觉得相应考评 较低 而且涉及到这些点 较为细致专业 主要是哪 主要是我们的这种 实验相关的内容 哎 比较多 所以在这 我觉得考察不是很高 所以在这 理解即可 不用过多的纠结 我们如果想学习 后期快考试的时候 再去简单的做 那在这 主要作为选择提高点 好 在这一块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点 土的强度 通常指土体的抗减强度 即土体抵抗减切破坏能力 那我们说堆土的强度 抗减强度 那减是什么意思 哎 我们想 剪刀剪呢 剪刀剪是不是 剪刀我们可以想到 哎 剪刀这两个刀刃 是不是一上一下 它通过这两个相反方向 施加在你某一个 比如说一张纸上 哎 在这 一张纸 这一侧给它向下 这一侧向上 这是不是又剪切啊 那其实我们通过这块之后 再理解土 那我们说 理解土的作用下 这是土 哎 我们说这是土机 在我们受到 核载作用下的时候 是不是仅这个范围 受到核载 那这个范围 底下我们都需 突体有这个反作用力 抵抗啊 那在这 是不是就会在这 存在一个剪切啊 那存在剪切 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 它可能会在剪切面 发生破坏 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滑裂面 对吧 那在这我们看 我们看 这是一个边坡 那虚线代表原来的位置 当受到核载 以及我们的坡面 受核载 以及我们顶部受核载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存在一些 哎 我们这个土体 它发生剪切作用 那顺着这个滑裂面 它就会发生垮塌 那往往我们在 极坑施工的时候 以及我们陆地边坡的时候 在这 如果发生垮塌 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的路面结构 这种 那还有就是 我们关于你的一些基础类的 哎 比如说这是我们的路面结构 我们说涉及到 里边有一个基础 这些基础 受到核载作用下的话 它是不是直接会压到我们土体 那给我们土体作用力的话 它在这两侧 是不是都会有相反的力 那在这里通过压力作用下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剪切滑动面 然后造成土体 顺这个面 把它鼓起 把我们这个土 拱到上面 是不是就会出现 上边的这个 原地面的隆起 好 就这块 实际上在这里 我们说关于强度 抗减强度 它的土体说的 土体的强度 还说的是抗减 这点 2018年考察过 当然在这 主要作为理解 我们说 18年考察这个点 可能再考的几率小一些 理解就够 好 这是这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咱们的第三点 也就是不良土质路基的处理方法 那首先第一块 施工前做好的准备工作 进行详细的现场调查 依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检查特殊土的分布范围 埋制深度和地表水 地下水的状态 然后再根据设计文件 水文地质资料 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选择适宜的季节 进行路基加工处理 那从这实际上 我们说了这么多 其实划分重点 总结一下 我们说第一开始干什么 现场调查 那调查是什么呢 调查里边涉及到的一些特殊土 那当然这个调查是依据什么 抵抗报告 对吧 里边这些特殊土包括什么 涉及到这些土 那刚才也给大家说到了 我们这些路基不能使用的这些土 是不是这些都不能使用 不好 对吧 那好了 根据这些内容 然后干嘛 那编制方案 那编制这个专项方案 对他进行处理 那如果说这些土要 我们说要必须使用 我们对他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对吧 所以在这里编制 相对应这些土的这些措施 对吧 然后我们说 不是直接就开始干了 我们说选择合适的季节施工 确保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路基 填好 好 这是对于我们不良土质路基 处理方法 最开始准备工作 主要进行总结这一大段 我们这三个过程 其实这个点 我个人认为 它不是那么关键的内容 那当然在这 我们可以在选择题考察吗 可以 它的过程 我们说把它作为选项 那在案例题考察中 主要就是考察我们相应 这个过程中的一些文件呀 要求啊 等等 好 是这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具体的 这个土质的处理方法 那我们说在这 涉及到有软土啊 湿线性黄土啊 膨胀土啊 等等 那这些土 我们在这以特点破坏形式 和处理方式给大家展开 首先说软土 那什么叫软土 从名字看着 就软呗 对吧 那这个软土实际上里边 相应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 含水比较多 对吧 而且涉及到这个 孔系比啊 透水性啊 孔系比比较大 哎 我们透水性比较差 压缩性高 强度低 那说白了就是 软土 烂泥浮不上墙 软 强度低 透水性差 等等 对吧 那当然在这里 曾经我们 2020年考察的 就是关于它的一个概念 在这里 淤泥 淤泥之土 及天然强度低 压缩性高 透水性小的 黏土 统称为 软土 那好了 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以及它的一个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它的破坏形式 那往往 你想当它这种烂泥浮上墙 这种强度这么低 那受到贺载作用下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形啊 破坏的 那这一块可能会造成 哎 这个沉降 过大引起的 陆基开裂 那我们想 整个你如果都用这个图 它沉降 是一样的吗 其实它沉降 一定不均匀 所以说 沉降大的位置 它就可能会出现 在这个位置 和别处沉降不同 就会发生开裂 对吧 那所以在这里 开裂 在较大的贺载作用下 发生整体的剪切 局部剪切 或者是真入的破坏 那也就是受率的时候 在受率点出现了局部剪切 刚才也说到了 哎 我们刚才这种 剪切破坏的形式 对吧 那造成我们路面沉降 和陆基失吻 孔系水压力过载 那压力过载 下边水比较多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 我们相应的这些 剪切变形过大 造成陆基边坡的失吻 那这是对于 它的一个破坏形式 软土 那对于这些软土 我们怎么处理 你想它里边 含的水比较多呀 对吧 那在这里我们说 首先换田 为什么我在这标黄 这个换田实际上 是一个万能的方法 就是说 你不管是什么不好的土 我只要把它换掉 换成好土 是不是都OK呀 所以在这给大家说 一个方式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 不良土质的 如果想不到具体的处理方法 我们首先要写出什么 换田这个内容 对吧 那当然了 对于你具体换不换田 主要考虑因素有很多了 对吧 那我们说一道 你这个土方 是否有啊 有这个换土的土源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资金 事物到位呀 等等 我们很多 对吧 所以在这换田的一个 然后表层处理 把我们的表层水去除 然后重压 排水固结 那这块是我们的 大方向的处理 那大方向处理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重压 把它进行 让它使用这种物理的这种作用力 把它给给重压 那还有排水固结 通过我们打入一些树向的排水板呀 以及带上杀井啊等 让它顺着这些排水板的位置 从下部把水引到我们上部 然后再排走 那这是我们一个大的方向 那具体的操作 里边有抛石挤鱼 沙电层置换 那抛石挤鱼 挤鱼什么 往里边加入石头 这是压石 对吧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 电层的置换 反压护道 沙桩粉喷桩 塑料排水板 土工之物等 注意此时这些都是针对于什么 我们要回到刚才所说的 软土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后续我们还需要说到 很多其他的内容 好 第一个关于软土特点 以及他的一个处理方法 相对来说重要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关于湿线性黄土 那什么叫湿线性黄土呢 那我们说本身 你这个湿线性黄土相对来说 本身土质是比较均匀的 里边相对来说有很多的孔隙 那这块本身没有水侵入的话 它此时我们说土又比较均匀 而且里边有点孔隙 它形成这种网格 这种比较坚实的一个效果 那此时这种坚实效果 它的一个强度比较大 相应的这种压缩性交响 那这一块 我们说那这种土挺好的 那直接用行吗 注意此时我说的一个前提是 没有受水浸泡 但凡要受到水之后 它里边的孔隙瞬间进入到水 然后它会使我们这个土质 瞬间的造成强度的降低 它形成的这个强度大的这个框架 就会坍匀 那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我们道路的一个沉降 凹陷开裂的问题 所以在这涉及到它特点 我们说本身第一开始强度高 压缩性小 但受水浸泡强度迅速的降低 这是这块 那刚才也说到了 它的破坏出现凹陷 开裂 还有我们的路基变形等 对吧 那主要说的是 当它受水之后 它的影响 对吧 那对于这块 它的处理方法呢 哎 又是万能的换度 那还有就是相应的强夯 紧密 预精化学固结等 那我们说在这 涉及到你这个强夯啊 紧密啊 指的什么意思呢 强夯 强夯 砸呀 夯 大力 砸 那也就是说 使用这种物理的手段 让它进行夯实 把它原有的这种 疏松的状态 让它压实 是这块 哎 那我们还有说 什么预浸呢 什么叫预浸呢 哎 预浸的是 就是我们说 本身你第一开始 强度较高 压缩性小 我们一旦受水的话 它会迅速的 强度变低 它会有凹陷 那在这 我们说 就是让它受水 把水充满 让它处于这种浸泡状态 那浸泡状态之后 它会慢慢的下沉 下沉之后 把这些疏松的空隙 就会慢慢的就填充了 然后它就会变密实 此时 我们再把这个水去除 那它就会变密实了 那当然了 还有使用化学的这种基调 哎 把它进行固解的方法 那当然了 还有这种 加金藏土墙 是实现性黄土地区 得到迅速推广的 这种有效的防护措施 这点 我们曾经2017年考察过 后期再考 相对来说少一些 这是对于我们实现性黄土 对于它的特点而言 哎 考察的也不是很多 那主要还是我们的这个处理方法 我们接下来说完了实现性黄土 再看一看 膨胀土 那对于膨胀 从名称来说 我们说 这块它会发生膨胀 那这个膨胀是靠什么 是吸水膨胀 当这个土受水的时候 它会发生这种膨胀 那我们想 如果陆基使用了这种土 那当泡了水之后 它就会胀起来 胀起来 我们陆基就鼓包了 那一定不行 对吧 那在这里 吸水膨胀 当它水分散失的时候 它还会收缩 那我们这陆基 一会儿胀 一会儿缩 能行吗 不行 所以它这种情况破坏 变形啊 位移啊 开裂啊 龙旗等等 对吧 主要就是因为吸水膨胀 湿水收缩 处理方法 灰土庄 水泥庄 加入固化剂改良 开挖换天 是不是刚才所说的万能的 对吧 堆载浴压 防水保湿 还有我们的设置排水沟啊 去设置不透水面层 那我们想通过这些方法 主要就是 不让我们的水 进入 或者是 当它有水的时候 我们要加入一些什么 固化材料 让它固结 不会再让它散失 那在这里 我们说 主要加入什么 水泥类的 灰土啊 还有加入固化剂啊 这是不是 都是给它进行固化的一个作用 那好了 这一块 一个是排 一个是固化 或者万能的 换天 就这一块 关于膨胀土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 还有一个洞土 那我们说 对于动土来说 我们有常年动土和季节性动土 那动土动土 我们想就是把土冻住了 为什么冻住了 因为土里边又有这种三项啊 我们这种叶项啊 里边有水 对吧 那冻结状态比较硬 强度高 压缩性低 融化之后 它会迅速的急剧下降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 这个水 在你 没有冻住的时候 它的体积小一些 当你冻住的时候 它会膨胀 因为水和冰的密度不同 对吧 所以在这造成 融化后 承载力急剧下降 压缩性提高 我们说 如果说 涉及到我们路基使用了 它会发生什么 沉降 这叫什么 不均匀的溶沉 破坏性水 处理方式 增加路基总高度 调整结构层厚度 或者是 隔温性能好的材料等措施 多孔矿渣 是较好的隔温材料 注意在这 多孔矿渣 那如果说 问到你这个 冻土 我们这块 如何处理啊 我们可以使用这隔温材料 那隔温材料 使用什么呀 这块 我们说 多孔矿渣 对吧 那防冻层厚度 不低于标准的规定 那这个 可以作为 我们的案例题中 涉及到 我们这个背景资料 给你说出一个季节 进行施工的时候 相应的内容 在这里 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个内容 当然他具体考不考 我们主要考虑到 他这个动土的处理 好 这是这一种 那对于这些内容 实际上我们考察过的 几点 对吧 在这里我们看看 2017年这个考察点 实陷性黄土陆基的一个 处理方法 不包括 注意 说到的是 不包括啊 那我们说 第一个 换土 那对于实陷性黄土 我们说换土是什么 万能的 一定可以 对吧 那还有强行法 还有我们的 杀装法 还有我们的 机密法 那对于这个 实陷性黄土 刚才也说到了 当我们不受水 进食的时候 它是结构 强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刚才也说到 可以使用浴浸呢 可以使用这种 强行 把它给砸了 把它框架结构砸了 那我们说都可以 我们在这里 是不是强行法 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说 机密法 是不是也可以的 对于这种 机密法 也是这种物理的方法 让它进行疾病 也是可以 那刚才所说的 这个换土法 也是OK的 对吧 唯有什么 唯有我们 杀装法 对吧 那对于 杀装法而言 其实是我们 最开始说到的 软土的一个 处理方法 对吧 就这一块 所以在这里 我们选择 就是C选项 那刚才所说的 关于我们的 这种 实陷性黄土 换土法 强行法 急密法 预精法 化学固解 都可以 注意 问题是 不包括的 对吧 选择 C选项 这是我们 2017年 曾经的考题 对于我们 这种 不良土质的 这种第一处理 相应 我们还是在 选择题中 考察的多一些 按理题 稍微少一些 毕竟 我们真正 现在考的 更多的 这种道路方面 按理题 主要以我们 这种 面层 基层 考的相对 多一些 对吧 就这一块 那我们接下来说 关于咱们 这一幕的 最后一条 也就是 水对城镇 道路陆基的 一个危害 那我们说 对于水而言 那水 地下的这个水 如果说 水过多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 我们的陆基的 一些浸泡 造成一些危险 那我们说 陆基浸泡 强度降低 或者造成冲刷 使我们的陆基 发生破坏 那我们这个水 我们就要考虑到 这些水要 不要让它 影响到陆基 我们采取一些方式 当然 我们首先要 认识水 我们首先看 第一个 关于水的分类 那对于水 地下水的分类 那地下水 有什么 有这种液态水 那液态水 有吸浊水 薄膜水 毛细水 和重力水 那当然了 在这里 涉及到相应 较为重要一点 是什么 就是我们一个 比较 有特点的 叫做毛细水 那这个毛细水 相对来说 是非常细小的 这个水 那这个细小的水 它的特点就是 它能够逆着重力 从下往上走 我们都知道 水往低处流 但是由于它 毛细水 它太小了 它可以逆重力上升 并且在零度以下 仍能进行移动 那你想 小的毛细水 它移动一点 没什么事 但是它通过移动 聚集在一起 它后期受到温度的影响 是不是可能会出现动胀 从而影响到 我们所说的路级 所以在这需要注意 那在这里 涉及到我们这个 水的种类 选择题可考 那可以单说一下 这个毛细水 对吧 它的特点 就这块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关于水的这个埋藏条件 与分类的一个示意 那对于水 我们说地下有很多水 那这水又包括什么 包括上层制水 潜水 还有我们的承崖水 那所谓的上层制水 指的就是我们接近地表的这些水 这些水 它受到自然因素 环境温度的影响比较大 上层制水 那还有 我们对于施工中影响较多的是什么 就是潜水 那潜水 它是不均匀分布在我们相应 离我们地面也相应较近的一部分 那它属于上层制水 下边这块 那这块是我们的潜水 那我们再看 下边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做承压水 那所谓的承压水 就是由两层隔水层 把它隔住的 在这里边有一定压力的水 那这是我们的承压水 我们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 这部分承压水 这是我们的隔水层 它把我们的承压水隔入其中 那在这一块 这个水的压力 通过我们的这个隔水层 它隔绝了 那往往我们说 打井 它喷涌出来 我们说在这钻孔 把它这个承压水 潜水层 里边的水钻透了 把我们这个隔水层钻透了 水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承压水这块 喷涌出来 对吧 就这一块 设计到这几种 上层质水 潜水 承压水 可以知道它的位置 当然这一块 我们设计到 曾经考察过 关于它的一个 相应的名称 以及它的 它的一个作用 在这简单理解 因为我们之前刚考过 对吧 好那接下来 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点 关于地下水 与地表水的控制 我们都知道 这个水对于我们的路基 它一定会受到影响 影响到我们路基 对吧 那所以在这 涉及到这些水 我们需要把它给弄走 我们需要排水 对吧 那在这里 首先看路基排水 第一个 路基排水分为了地面和地下两类 对于地面 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引流排走 那对于地下一般都是把它汇集排走 那对于我们的这种地面的排水 我们涉及到 可以采用这些 这种管渠啊 这种渠道 让它引走 那如果说涉及到这种地下排水的话 我们则可能是会涉及到 这种渗沟 然后让它渗流流走 那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中涉及到 这里是我们的路基的内容 路基的位置 那在这里 路基下方有我们的潜水层 刚才也说到了潜水层 广泛分布 那在这可能会对于我们的施工造成影响 那这个潜水层里边的水 为了防止它影响到我们的路基 所以在这个路基周边的位置 我们设置这么一个渗钩 所谓渗钩渗钩 它是能够干什么 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潜水层里边的水 渗流进去 而不带走潜水层位置 它这周边位置的这种土力 所以在这我们设计到 这里有周边的土工合同类材料 让它进行渗流的时候 把我们的土挡到外边 把水流进来 然后通过下边这些 我们这些管 把它进行相应的排走 那这是我们的渗钩 那还有就是我们地面排水的话 水不让它流向我们的路基 那刚才那个是我们的田方的路基 那如果说我们对于挖方路茜来说 哎我们看这一块 来这是我们的路茜 那路茜挖方的这个部分挖掉了 那明显挖掉这是属于低的位置 那下雨的时候 那在这块下雨的状态下 我们这个水可能会通过 我们下方的一些排水的这种构造物 让它引流 那我们想下边水排走了 OK 那我们别让上边水再流下去 那所以在这我们会设置什么 设置这种节水沟 我们也叫做什么 叫做天沟 那如果我们我们想 如果这个这个上边是平的 那这个平的的话 是不是下了这个雨的水 是不是就会流向我们下边 那如果说在这设置成这个天沟形式 游下的这个水会通过我们这个天沟 节水沟的位置 流向我们节水沟更深远的地方 把它引排走 对吧 所以在这设计到我们的地下和地面 采取的形式 哎一个渗沟 一个节水沟 那这块可做 选择最高点 那对于我们这个相应边坡较导 或者是受到流水冲刷的时候 我们说为了防止它边坡面 不会冲刷而发生破坏 那在这里我们设计一些互坡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设计到框架类的互坡啊 还有我们这种 蜈蚣气柱的这种枪气片石的这种互坡都可以 当然了 在这将气片石把它全护住了 那雨水冲刷影响很小 那在这里我们看框架呢 有些人说 哎这里这不还是土 把它冲了不知道样子是废吗 是 我们说在这儿到最后还要对这些土里边 撒草籽种草皮 对吧 那在这里起到一个植物固化的一个作品 哎这是这块 涉及到沪泼 沪墙的 那我们看沪泼 在边还有沪墙的 对吧 好 这是这块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陆基的一个隔节水 那涉及到刚才的排水 我们再说隔节水 把水拦住 对吧 当然刚才也说到了 关于我们这个呃 岸沟啊 渗沟啊 还有我们的这种节水沟 对吧 在这里涉及到 哎 地下水位接近或高于陆床标高时 这里又说到陆床了 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一直给大家说 哎 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 虽然教材没有 但是要给大家说 哎 因为我们后期有很多地方说到陆床 对吧 那在这 高于陆床标高时 应设置 暗沟 渗沟 或者是其他设施 那以排除阶段地下水流 降低地下水位 注意 在这 涉及到我们说 通过你的阶段来降低地下水位 把水位降低 从而不会影响到我们后期 我们的这个上部的啊 陆基 对吧 那地下水位 或者是地面积水水位较高时 陆基处于过湿状态 或者是强度和稳定性 不符合要求的这种潮湿状态上 我们说可设置隔离层 或者是采取 疏干等措施 那在这 设置隔离层 它是隔离 它这个水 那我们一般会使用什么 一般会使用这种土工材料 土工植物 塑料板等 那我们说土工植物 一般是采用的是这种隔离的措施 那对于塑料排水板 它主要起到的是什么 主要起到的是这种疏导引流的作用 那在这里进行输干货 超载预压 提高承载力的与稳定性的内容 那在这里 设到的是陆基的隔排隔接水的内容 那当然这块其实我们涉及到考试的话 如考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选择 那这块考察的这种几率相对小一些 是这点 那好 说到这里 我们关于咱们的陆基施工的这次条 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完了 那在这我们进行一个回顾 关于城镇道路陆基施工的技术 涉及到陆基施工里边 我们有相应的填方的 相应的挖方的 还有石方的 它的施工过程 以及相应的总结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并不是说让你去完全一个字一个字的 把我总结内容全都记住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然后根据我总结内容 回看教材 我觉得那样相对来说 轻松一些 第一块 那第二条 城镇道路路基加师作业的要点 关于它路基加师的过程中 相应我们涉及到什么 实验段的内容相应重要一些 那当然了 对于实验段而言 其实不是单纯的说 路基才有实验段 我刚才也说到 我们实际上 面层 理性混合量面层 那也可能会涉及到实验段 对吧 就是这个点 那还有就是 沿途的分类和不良土质的处理方法 涉及到沿途分类了解内容 那对于不良土质的处理 我们可以在按理题 可以在选择题 这几种土类 软土啊 湿线性黄土啊 膨胀土啊 洞土 它的特点和处理方法 那还有就是 水堆城镇道路路基的一个危害 相对来说 这个考评点稍微低一些 那好了 说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路基施工的内容 那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